新闻有现场 事实有出处 我是新闻见证组 杨盈 见闻有方法 证据会说话 我是新闻见证组 白孟辰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最近被媒体称为是麻烦缠身 但究竟是谁的麻烦 其实现在还不好说 联邦调查局FBI突袭了海湖庄园 不但是惹怒了特朗普 也搅乱了恰逢中期选举的美国政坛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条重要的背景新闻 2022年8月8号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特工突袭并搜查了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 美国多家媒体对该事件进行了大量的报道 就在海湖庄园被搜查的四天之后 美国联邦调查局公开了搜查令和财产的收据 财产收据中是披露了FBI从海湖庄园 所带走物品的详细清单 这份清单中一共夺列了33类的物品 而其中有11类内容设密 4类被标注为最高机密 Top Secret 三类为机密 Confidential 三份为秘密 Secret 还有一项是被标为了各种机密 最高机密 绝密敏感信息 我们看到FBI从海湖庄园带走的这些物品 它是有一个分门别类的一个清单的 非常的清楚 但是种类很多 数量也很大 具体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现在不知道 但是可以想象 它这一定会是一个漫长的调查过程 特朗普是个话题人物 他的这个一言一行一指一动 都会是美国媒体 甚至世界媒体 鼓风捉雨的焦点 那么其实在2020年 美国的一些媒体 像华盛顿邮报就罗列了 可能对特朗普会有哪些调查 商业的保密的各个方面的 有很多的一长串 我个人觉得这一次 对海湖庄园的突袭 跟之前很多的对特朗普调查是一样的 就是他决定的 并不是特朗普个人的命运 他会对美国的中期选举 乃至下一届美国总统的角逐 产生一个未知的影响 那么这一次可以说是 FBI应该也算是 史无前例地去抄了一个前总统的价 所以我们都会很关注 到底特朗普藏了什么样的重要文件 又藏哪 你刚才提到这几个问题 其实在过去十几天里面 从各路媒体的报道 甚至猜测里面来看 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但是在所有的这些报道当中 我们发现惊人的一条 就是特朗普对FBI说 他把秘密文件存放在了 现任总统乔拜登的儿子 亨特拜登的电脑里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对特朗普被于佛罗里达州的 私人宅邸突袭搜查后 全世界各路媒体 就这一事件进行了广泛报道 其中有一条新闻 在国际社交媒体被疯狂转发 该消息称在美国联邦调查局 对唐纳德特朗普的住所海湖庄园 进行的史无前例的突袭之后 联邦调查局表示 自己正在寻找一些秘密的文件 而特朗普则表示称 自己将所有的秘密文件 都保存在了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中 特朗普说他把秘密文件 放在了小拜登的电脑里 其实我听到这句话以后 第一个理解就是 他在跟FBI说 你们找错地方了 你们是冤枉了好人 这个东西不在我这里 但是再一想 那拜登是谁 拜登是他的政治对手 如果他可以把自己的秘密文件 放在政治对手的儿子的电脑里 那这不是就是说 我其实跟拜登是一伙的 或者至少说你的儿子是我的同党 我跟他是一伙的 其实很多层面上 特朗普和拜登 确实可以算是一伙的 因为我们也看到 美国的像民主共和党 经常会在有些问题上沆袭引起 比如说打压中国这种事情 当然这条新闻 从各方的报道 从我们掌握的公开的证据 信息来看 应该来说还是让人觉得出乎意料 那么具体的真相 可能需要我们仔细地去搜查一番 魔鬼在细节之中 我是新闻见证组调查员 马浩然 目标新闻里最重要的内容 就是特朗普说 我把秘密文件保存在了 小拜登的电脑里 而新闻见证组 首先就对特朗普 与亨特拜登的关系展开调查 我们是以这两人的名字 作为关键词 在互联网上进行了广泛的搜索 但是并没有找到任何 两人同框出现的视频或图片 此外也没有文字信息 能够表示特朗普 与亨特拜登之间存在交集 其实我们在目标新闻的描述当中 还发现有一段关键的报道 那就是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 对于特朗普表示 机密的文件藏在小拜登的电脑里 这个说法他给出了回应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段的描述是什么样子 目标新闻中还提到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克里斯托弗雷说 我们真的不想看亨特的笔记本电脑 但是目前看起来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据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 在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的几个月 就已经拥有了这台笔记本电脑 但是从来没有查看过其中的内容 而现在他们将被迫这样做 联邦调查局局长说 我们将尝试忽略所有与拜登有关的非法内容 并专注于特朗普放在电脑中的文件 从目标新闻的这一段表述来看 特朗普说 我把秘密文件保存在小拜登的电脑里 这个说法是被FBI认真地听取了 并且表示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调查 那么为什么一提到小拜登的电脑 FBI就会如此地重视呢 2020年10月14号 距离2020年美国大选的前三周 纽约邮报爆料说掌握了一家 乌克兰能源公司的高管 瓦迪姆·波扎尔斯基 与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的儿子 亨特拜登之间的一封电子邮件 在曝光的邮件中 这位高管是感谢了亨特拜登 将其引荐给当时的美国副总统乔拜登 邮件中所透露的信息 与乔拜登所声称的 从未与我儿子谈论过 他的海外业务往来的说法 是背道而驰的 而这封邮件是来自于一台 2019年4月 疑似被亨特拜登去送去 维修的笔记本电脑中 但是电脑维修之后 是一直没有人认领 修理店的店主发现 电脑中除了有一万一千多封的 私人邮件之外 还有多张亨特的吸毒照 不雅照 和一段12分钟的不雅视频 在这一事件的调查 还没有厘清的时候 2020年10月 纽约邮报是再度地放出猛料称 亨特的第二个笔记本电脑 在联邦探员突袭 他的心理医生办公室的时候 被没收了 而其中同样是具有敏感信息 2021年8月 英国《每日邮报》公布了 大量的关于亨特拜登的 不雅图片和视频 而其中的一段视频是显示 亨特拜登对着视频中的女子 是愤怒地称 自己的另外一台笔记本电脑 在2018年 被一个俄罗斯毒贩给偷走了 还称电脑里有自己的不雅录像 从刚才的这段背景调查 可以看出 亨特拜登至少是有三台电脑 落入了他人之手 FBI过去两年多 对这些电脑的信息进行调查 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的 公开信息却非常少 应该说这么长时间 FBI之所以没有出来去讲 很多的信息 很大程度上既有美国的政治的 传统和潜规则的一些因素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 他掌握证据的过程 很多时候是值得推敲 或者是没办法上法庭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 现在特朗普说 我把这个秘密文件 放在了小白登的电脑里 那我觉得公众 对这个事情的期待就会更大了 那么特朗普的这个表述 我觉得应该来讲 有可能是细言 但有可能是真相 那么如果是细言的话 那当然我们说 一定程度上会让外界 把注意力再转回到 小拜登的电脑 那么压力就回到了 拜登家族和FBI这边 那么如果他不是细言的话 那当然可能就更大的 刮在后面等着 无论如何呢 目标新闻这种说法呢 实际上都应该让 特朗普的压力得到了分担 那我们注意到 目标新闻当中提到了 联邦调查局局长 亲自出面回应了 特朗普关于秘密文件 存放在小拜登电脑里 这个说法 并且表示不想去看 或者是不得不这样去做 并且呢 尝试忽略其他 与拜登有关的内容 关注于特朗普的文件 克里斯托弗雷 从2017年6月担任局长 至今已经是5年之久 当年曾经罢免了原局长 提名他担任这个 重要的职位的人 恰恰就是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FBI究竟为什么要咬死了 特朗普不放 特朗普和联邦调查局 究竟有怎样解不开的恩怨 特朗普的机密文件 是否真的保存在 小拜登的电脑里 新闻见证组不要走开 下节继续 于是我们在第一时间 在这个平台上 爱特了特朗普 去向他求证 有关目标新闻的说法 是否属实 特朗普可能是在什么时候 对FBI说过这张话 他觉得你看你们都能拿 为什么我不能拿 这则天文的发布日期 可以确认是海国庄园事件之后 FBI应该也算是 史无前例地 去抄了一个前总统的家 还有一项是被标为了 各种机密 最高机密 绝密敏感信息 我们发现了惊人的一条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突袭 并且搜查了前总统特朗普 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 并且带走了部分文件 但是有消息称 特朗普对FBI的特工说 我所有的秘密文件 都保存在了亨特拜登的 笔记本电脑中 有分析称 如果确有歧视 那么特朗普这么说 其实就是为了 拉更多的人下水 尤其是民主党 事实似乎也在印证着 这样的一个分析 海湖庄园事件之后 不久特朗普就发表声明 奥巴马现任总统后 也带走了一批机密文件 当地时间8月11号和12号 特朗普两次在其自建的 社交平台 True Social上声称 前总统奥巴马在离任之后 也从白宫带走了 大量的机密文件 而在11日的贴文中 特朗普说 奥巴马从白宫是带走了 3000万页的文件 并且他还质问 这些文件究竟去哪了 特朗普的风格就是 只要你惹我 我就一定把你拉下水 我过不好 你也别想过好 美国的总统在卸任之后 他仍然可以接触 高级别的密密文件 因为我们讲 美国总统每天 他有这个所谓 情报每日简报 一般来讲 在特朗普之前的 历任卸任总统 据说都是可以接触 当任总统的情报每日简报 那也就是说 如果特朗普拥有 这些密密文件 也不是一个 密切或者违法的事情 但是特朗普 现在把这个问题 拿到台面上去讲 我觉得本身 第一他不认同 或者他觉得 你看你们都能拿 为什么我不能拿 其次他还是希望 能够减低自己的压力 特朗普 他的这个发言 是希望向外界 去传递一种信息 就是联邦内察局 针对他个人 有这个双标的嫌疑 目标新闻当中提到了 联邦调查局局长 克里斯托夫雷说 他们将尝试忽略 所有与拜登有关的 非法内容 并且专注于特朗普 放在那里的文件 这个听起来 似乎真的是有一点 特朗普所说的 自己被黑了的意思 那么FBI和特朗普之间 究竟有着什么 不可调和的夙愿 特朗普在海湖庄园 搜查事件发生之后 是发布了一份公开的声明 他在声明中指出 他认为自己面临着双重的标准 称对特朗普的政治迫害 已经持续了数年 结合多家英文媒体的报道 我们发现 FBI与特朗普之间 并不是第一次的 如此剑拔弩张 路透社的一篇文章就提到 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之后 FBI是展开了 特朗普是否与俄罗斯 共同影响 2016年大选结果的 联邦调查行动 而特朗普指责启动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的官员 是众所周知的无赖 并称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 詹姆斯科米是坏警察 2017年5月 特朗普突然宣布解除 詹姆斯科米的局长职务 而理由则是 无法有效领导联邦调查局 紧接着在当年6月 他又提名了克里斯托弗雷 来担任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并且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是称其为无可挑剔的人 然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在2020年4月 特朗普又试图在大选结束 自己获得连任之后 去罢免克里斯托弗雷 但是最终 因为美国司法部的部长 威廉巴尔威胁要辞职 而被迫做出让步 那么是否由于以上的原因 克里斯托弗雷真的就说过 要继续调查小拜登的电脑 并忽略其他与拜登有关的内容 而专注于特朗普的文件呢 我们登陆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网 以特朗普和海湖庄园 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但是并没有找到任何 关于此次海湖庄园 被搜查的相关信息 同时我们查阅了 联邦调查局的新闻列表 也没有找到 关于海湖庄园事件的任何报道 此外在联邦调查局的社交平台中 我们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 能够证明 特里斯托弗雷说过 目标新闻中 有关亨特拜登电脑 相关信息的任何表述 特朗普到底有没有对FBI说过 我把秘密文件放在了亨特拜登的电脑里 那么特朗普可能是在什么时候 对FBI说过这番话 新闻中没有交代 看看我们能否从其他的线索当中找到 结合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 对事件的第一时间报道 我们了解到 当FBI在位于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 进行搜查的时候 特朗普是正在纽约的特朗普大厦 而他自己也是通过了新闻报道 才了解到这次突击的检查 而这个事实 说明特朗普在事发现场 是不可能说出秘密文件 在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中 这样的话的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特朗普在其他的平台进行了发声呢 在海湖庄园搜查事件发生后的 当天晚间 特朗普是公开发表了声明 而这也是我们能够调查的 特朗普有关海湖庄园 这整个事件的最早回应 特朗普在声明中 是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FBI搜查的 不满和失望 同时还将海湖庄园搜查的事件 与当年美国的水门事件相提并论 认为这与水门事件时 待任务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行为 是没有区别的 他甚至还指出 当年希拉里克林顿被传唤之后 国会还允许他删除了 三万三千份的邮件 而这份声明里 并没有提到亨特拜登和他的电脑 8月15号 特朗普是接受了福克斯新闻 数字频道的独家专访 这是特朗普在海湖庄园 被搜查之后首次接受媒体专访 他在采访中是表示 执法人员闯入美国前总统的房子 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 而美国现在国内的愤怒情绪 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采访中并没有提到 与目标新闻有关的任何内容 从我们目前所有的搜索 这个证据表明 美国的主流媒体肯定是没有报道过 特朗普对着FBI说 我的秘密文件是放在了 小拜登的电脑里这句话 但是我们也知道 特朗普是美国有史以来的 一个大嘴巴总统 他的很多的话 是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 实际上从国会山暴乱之后 我们说包括推特 推特Facebook 其实都已经把特朗普封杀了 美国主流媒体 刚才你也讲了 美国主流媒体 丝毫不给特朗普 哗众取宠的机会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特朗普当然也做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方式 就是他自己做了一个truth 就是他自己的社交媒体 那我的地盘我做主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要来看看 就是我们提到的 秘密文件的问题 包括跟小拜登之间的 这个关系的问题 有没有出现在特朗普 他自己的一个社交媒体 出自上 由于特朗普自创的 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仅对美国用户开放 于是我们联系了 新闻见证组的海外调查员 穆洋洋 特朗普被推特禁言之后 他就一直筹备 自己的社交平台 在美国时间的 2022年2月20号 特朗普自己的 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正式地发布 当天就登上了各大应用商店 免费下载榜首的位置 这个平台目前好像 只可以在美国的用户注册 我是在Truth Social 上线的当天晚上去注册的 但是我只领到了一个号码 3968 说我的账户已经建立成功 但是排在3968的 等待名单当中 之后大概过了两周 我才能真正打开 Truth Social的APP 根据媒体的统计 48小时之内 至少有50万以上的用户 下载了Truth Social 由于人数过多 导致了整个平台陷入崩溃 所以用了很长时间 才能真正登陆使用 于是我们在第一时间 在这个平台上 爱特的特朗普 去向他求证 有关目标新闻的说法 是否属实 尊敬的特朗普先生 近日 互联网社交媒体上 有一则流传甚广的消息指称 在FBI特工 突击搜查海湖庄园的时候 你曾经对他们说 我的机密文件 储存在亨特·拜登的电脑里 请问这是真实的 发生过的事情吗 您是否曾经在 其他的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对任何人表达过 与之相类似的话吗 海外调查员 也为我们查看了 特朗普以往 在社交平台Truth上 是否发布过有关自己将秘密文件 保存在亨特·拜登电脑上的贴文 特朗普在Truth上非常活跃 而对于被FBI突击搜查的海湖庄园 他也多次在Truth上发贴质问 下面这条贴文的意思是 昨天以及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 是对每一个美国公民权利 前所未有的侵犯 一个接一个的骗局年复一年 都是激进的左翼民主党 真正知道的 这是他们的命根子 他们不知羞耻 我们的国家正在付出 非常大的代价 下面这段是说 联邦调查局和联邦政府的其他人 不允许任何人 包括我的律师 靠近在突袭海湖庄园时 被翻找或被检查过的地方 他形容FBI张开双臂 把所有看得见的东西都拿走了 其实这里他是在质疑FBI 根本没有搜查的目标 这条贴文他提到了 拜登和亨特·拜登 他说 拜登知道所有的一切 就像他知道亨特的交易一样 这里特朗普说了一句 看住亨特 这则贴文的发布日期 可以确认是海湖庄园事件之后 其含义是否与目标新闻中 将秘密文件保存在亨特·拜登的电脑里 有关联 我们无法确认 截至目前 特朗普尚未回复海外调查员的信息 通过我们的调查 目前能够确认的是 在美国主流媒体公开的新闻报道当中 特朗普没有在任何场合 对FBI说过 自己的秘密文件 存在亨特·拜登的电脑里 同样也没有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当中 说过类似的话 那么这条流传于国际社交网络平台的新闻 究竟来自何处 为了找到新闻源头 我们再次查看了社交媒体上 被转载的这篇新闻 而截图显示所有的报道 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源头 Genesis Times网站 我们登录了这家网站的主页 找到了这篇新闻 而该文章也确实又把特朗普把秘密文件 保存在亨特·拜登的笔记本电脑里 这样的表述 为了验证信员的可靠性 我们在全网范围对这家网站进行了核查 而我们发现 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图书馆网站 是将其归类为了讽刺新闻来源 认为该网站发布的这类新闻内容 往往是会误导读者去相信他们是真实的 同时我们也查看了Genesis Times网站的其他社交平台 发现它被归类为了讽刺细访位账号 再次去仔细查看这家网站的信息 我们最终发现 这个网站使用的标语为 地球上最可靠的假新闻来源 所以这条新闻是认认真真在造假 你看原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新闻 但是它在传播过程当中 我们真的是把它当一条真的新闻 然后再传播 为什么你看它这个页面来看起来 规规矩矩的 并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然后也没有奇奇怪怪的配图 而且它是把过去的很多真实的新闻信息 是掺杂在里面了 比如说小白灯的电脑门的事件 还有特朗普跟FBI的这种恩怨情仇 其实也是在这个过去的新闻当中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所以这些事实层面很容易让我们相信 它就是一条真实的新闻 但是谁知道 它却是一条造假的新闻 第一这条新闻出来之后 对特朗普一定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为什么呢 就是在这些受众看来 特朗普是遭到了美国的整个联邦体系的针对 那么人都是有这个所谓出枪扶弱心理的 那么对于中期选举中 特朗普派 即便特朗普自己可能因为相关的调查 导致他没办法参选下一任的总统 甚至他的政治生命可能会终结 这都不重要 但是我们讲这些受众觉得特朗普遭到了针对 那么美国的这个政治体系是仇恶的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会选择特朗普所支持的这些人 因为特朗普一直宣称自己要改变这个状态 那么因此我们说他对之后美国的选举 对美国的这些就看到这条新闻的受众的这种政治倾向 一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们今天见证了特朗普说自己的秘密文件 保存在小拜登的电脑里是一条彻彻底底的假新闻 但是它始于美国FBI突袭海湖庄园事件 围绕着有关对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所进行的调查的新闻 还会不断的涌现 这里面的真真假假我们还会持续关注 新闻见证组下期再会 接着为您播出世界因你而美丽